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妄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又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妄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继抗疫,拼经济,反网报 好,今节我们就说一说 Bianhuga的故事,他们很厉害 接受到 这次不是英国主流媒体,是美国的主流媒体访问 说述他们走难的经过 亦都说述自己的 好放和苦放,有好有差都说 他们之后就大声勾结,不应该这么说,大声呼叫 我是哪里,香港就是哪里 好笑啊 好笑啊 你去到哪里就叫香港啊 香港就是随着你的心去搬就搬了 这些根本都是幻想出来的 哎呀,得淡笑了 这次美国媒体访问的 就是现在住在英国 Shutton 就是撒顿的一家人 我们叫我王生 Eric Wong Eric Wong一家 在2020年 曾经 去过英国 探一探环境 那时候冬天 他就觉得 这里 早上很短啊 气温比他们习惯的 香港是动得多啊 这位王生 Eric Wong就说 在香港 我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来的 什么成功商人 原来就开一家 奶茶店 他老婆呢 就在 学校那里做 admin的 就是叫做日常管理 都是属于民员一种 是 在英国 随着新冠 就令到封控 因为他们去的时候 英国就是最大获的时候 所以当时他们就说 我们只可以在自己的flat里面 和女儿在这里玩 在公寓太小了 以为来到英国 可以到处跑 结果也是有封城 他们就担心 英文很差 找不到工作 很难交到朋友 他们也说 很想念 天气放晴的日子 一来到就这么拿动 王生就说 我看不到前景 看不到方向 一切都是漫无目的 不过 他也说 要感谢市头婆 好像不关事 他就说 应该感谢约翰 说句公道说话 我们是受益于 一个签证项目 这个项目 就是 为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人 提供了 可以在英国 定居的途径 不过 他也说 暂时没有什么是清晰的 为什么呢 因为 都不知道 几年之后 会不会 是得到 BC 不过 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 你刚才说 没有什么是很清晰的 这句说得没错 因为我们录节目的同时 英国保守党 刚刚就对约翰逊发动 这个不信任动力 虽然他给了BNO签证给你们 他自己的未来 他也未必掌握不到 没错 不是那首 我的未来不是梦 不是呀 可能只是一个梦来的 一场 空梦 空梦 或者叫做 王梁一梦 他就说 之后 终于我找到自己的立足点 做起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那我就知道他是谁 制作和销售港式奶茶 老实说 我又进入他们的一些群组 有几个群组 好像很少 市场 因为 港式奶茶 人家英国 人可能说 叮你 我们才是奶茶的次组 可不可以这样说 那倒是没错 所以他要加港式 但是在 BNO祖国港式 究竟能不能够 买到成行成事 你就要想一想 我告诉你 当时入入港式奶茶的群组 他真的问你很多问题 我最记得当时 他们就问我 港式奶茶 是用什么 的淡奶冲 我真的回答不了你 如果是我这里 我自己会用 三花牌 三花和黑白也有 OK 是买两个 你们买两个就入不了 好严格 是很严格的 不是开玩笑 这位 王先生呢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也有 我们这里也有一个港式牌子 号 号称就是英国传回来的 是英国那群 BNO家传回来澳洲 很贵的 很贵的 一公升装是 没有记错 四十几元 反正也是贵的 所以 很搞笑 有一次我想订 因为他有个订餐的APP 最搞笑 他订 订的APP 是 一个 内地人开发的 还有 他可能怕卖不去 我有一次 打算试一试 但是想想想 都不好 喝了奶茶 我不是吐就不舒服的 喝港式奶茶 后来订了一半 我就没订了 他特意打电话来 可能看到我的操作过程 说 是不是你 他说了广东话 很搞笑 是不是你 有什么 技术困难 订不了 我们 帮你搞 我心想 为什么这么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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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方向 他很有空 如果很多人 很生意 不是有空 等生意 正常的 最多发一个 电邮给你的 电邮也不会发 正常来说 很生意的 你能管我 对 对 所以就暂少 而且我看到 那些 群组 英国那个 他送个袋给你的 奶茶做了一瓶 上面就是那两个死人纸 就是那两个加油的两个字 那也好一点 没写光事 没写 可能有也不一定 因为我没买过 他的袋 一边就写香港 另一边就加油 就是那两个字 其实你觉得那两个字 我觉得好像是黑出来的 因为他那个 我忘记了是不是台湾地区的人 首先想到 你转一转就变成加油 再转一转就变成香港 这个想法是不错的 嗯 但是我就觉得 好像用到烂了 因为你 哪个 哪个都可以用 甚至如果你是蓝丝你都可以用 说真的 哈哈哈 说回这位王先生 就说 现在就是製作和销售港式奶茶 我看到 那时候上一次他们说要开班 有十多人 拿着烂的相机在拍摄 还好像很铺 你知道那些厨房里面的那些秤仔 喂 如果香港是这样搞的 应该是没什么出品的 说到 因为他有用了计时器的这些东西 其实 有没有那么慢手脚 我听到他们说 因为他们拍了条片说 冲一杯成 半个小时 好像没什么效益 你这么浪费这么久 一杯 我看到他们在 一些店铺买 23个小时前 一杯英国人冲的港式奶茶 100分成意 很感动 只销售 两磅鹿 就是这样 这也不是很贵的 买给自己人贵一点 你知道那些摩鹿最喜欢骗自己人 他就说 希望 可以在这里 赢得新的客户 亦都希望 将家乡的味道 带给那些 通过 BNO visa 来到英国的香港人 他又说 这个签证 就是后职民时代的人道主义责任的表现 为什么不给你本BC 只不过不够劳动力 就找你们去做工 说真的 他也说 英国政府 就觉得 中国政府是镇压了香港 有吗 有吗 而且是违反了97年 将香港主权交还给中国 的协议 这个承诺 其中有维持这个英国前殖民地政治制度的承诺 在过去一年 他就说 从百泳汉 等等的英格兰中部 多人的城市 之后就搬到伦敦 南面的Kingston 生机勃勃的小镇 都看到 有千千万万的香港人 在这儿找工 安家 有苦 有泪 有痛 其中有欢笑 他们 亦都令到当地 快速地 发展起来 有没有那么厉害 最多只有十万人 英国六千多万人口 打坏了 好像不是很多 令到当地发展起来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 太过 有实力 或者太过自大 直接地说 他也说 虽然 这里其中 很多人 都可以感到一丝安慰 他们 心里面很多 都是一个目标 跟他一样 就是 付出的代价 是离开 但是离开 就可以 令到自己的小孩 可以绝壮成长 他们 曾经希望自己的小孩 在自己长大的城市 或者在自己 将来会中老的城市 一直住下去 但是此时此刻 只可以 痛苦地 和亲人告别 他最记得走过一天 大家都抱头痛哭 他就跟记者说 你永远都不认得你长大的地方 他变得很陌生 香港变得很多吗 有些地方变得 这么可怕 之后 黄声 把一杯烈奶倒入热气腾腾的茶里 思索着香港的未来变化 大声地跟记者说 想到这点我就想哭了 请记者喝了一杯奶茶 他就说 这个也是人渣 自己爸爸有病 但是 只可以把爸爸留在香港 真好笑 这么不孝的 带着爸爸来嘛 他自己说 这个 不知道是不是 那些西梅玩他 他留下陆父亲 在香港 在香港 但是 他最担忧的就是 四岁的女儿的未来 黄声 就以自己 女儿 的名字 明明了 他在英国新开的 奶茶店 人家就说 我带着 他的女儿叫 Trinity 来这里 但是我 觉得带她来是对的 虽然很多人都反对 我们有了自由 到目前为止 英国对于我们这新移民 都是 大多数人 都是很欢迎的 你就知道 不过 他亦都说 之前听到保守党领袖 约翰逊说 将一些寻求庇护人士送到劳汪达 那真的是 是形成了 鲜命对比的 我们不需要送去劳汪达 很难说的 他亦都说 就连一个乌克兰 的 难民计划项目 都因为官僚主义而被拖延 但是对我们真是很不错 不是 乌克兰那些 那些人 获得的 福利应该更加多 人家真是因为战乱 还有他是不是在挂着 郑文杰 郑文杰说的 他写了信给 彭代令 乌克兰人民已经是 有改善了 你真是不相信郑文杰 你不是说郑文杰说大话 郑文杰是叫得彭代令的 你知不知道英国的内政部长 记住郑文杰说 我写了封信给他 之后 他就 开始明白了 之后改了这个乌克兰难民计划 对了多谢你 另外 牛津大学移民观察学目 高级研究员 就叫做 Peter Willem 就说 外界 认为这一批 移民是有别于其他人的 因为他们有很高的技术 哈哈哈 公奶茶也是技术的 高不高 看你怎么看 我当他有 但是其他亚某信的 不知道 现在据我 观察到的 多数都是亚某信 一去工厂 那些都是技术工 OK 亦都说 知识和 巨大的经济实力 就为这个社会 带来贡献 之前我们做过一节 说过 我和老许做 做一个新的 叫做签证计划 给一些 真是有能力的人来英国的 证明了这班人 是不成功的 来这里 就是 讲话他们是不是有钱 有些是有钱的 但是全部都是这样 不是 根据英国政府今年5月份发布的统计数据 自从BNO5加1Visa实施以来 已经有 123,400人获得了签证 预计实施的头五年最多有 322,400人来英国 来伦敦市中心 以南的 20多公里的 这个Shutton 原来 你说我这么厉害 原来有几百名来自香港的人士 很厉害 那他已经是计划了 他下一步 就是去亚马逊送货 技术工人 技术工人 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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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的 亚马逊也 都可能很有技术行两鸭 另外 他亦都说 我有个旧同学 都在 薩顿 这里 偶尔遇到他 还有一些 受到 我们的鼓舞准备离开香港 因为李家超好恐怖 亦有人说 有些已经有真正的英国公民身份 那些不关你事 那些早就有了 好像那个最搞笑的一样 很讽刺 有英国 一本真BC的不是我 这个林康正 一位皇台主持人 他就在英国住了几年就回香港住 你们 就从来没去过英国就去英国长住 有英国passport的就回香港住 那他亦都说 在地方选举 我看到很多人都在投票 但是香港的民旨进程就在退报 也有当地教会的人士就说 你说这句话很麻烦的 香港人已经改变了 薩顿的文化 哇 就凭你 而且 你这样说是不是 是捧杀他们呀 这位教会人士就叫做Hannah Miles 他就说 作为新来的人 他们捉住了在这里的机会 他们 令到这里 是可以成家 亦都令到有家的感觉 哇 是不是真的 说真的 另外有一位设计师 就叫做 英文名字很搞笑 叫家告 家告 你改个这样的名字 都是被英国人笑 心地说 正正经经改英国名字 改英文名字好些 我就觉得 曾经是高级设计师 他 就和老公和四岁的儿子 就在 香港一切来到伦敦 他就说来英国之前 我每晚都大哭 因为担心来到英国找不到工作 或者不喜欢新城市 今天来 他也说 人家个个都说 我们英国是二等公民 但是 难道我们香港是日等公民吗 他就说 我在网上看到很多新闻 但是 最后来 都只可以 硬着头皮你 刚才这位高级设计师说 什么二等公民 你知不知道英国一等公民拿什么passport 英国是平等的 我问完了 有没有括号 好像没有 我都没有 人家拿什么passport 你就知道什么是二等 什么是一等 没错 他就说 伦敦比想象好 他现在 是自由职业者 自有职业者其实是 没工作 因为他说 是留在家 照顾小孩 他自有职业者照顾小孩 而且他很厉害 他老公找到份工作 这份可能真的是技术工 他说他老公是帮忙 修理工作 是吗? 很厉害 但据我所知道修理工作的 好像 真的入门难很高 可能他以前在香港做过 我不知道 他说他老公 找到一份 帮努力士 修理中标的工作 跟很多人一样 这个架构 也很担心他的到来 会令到当地社区不满 他就说 跟 英国其他地方一样 他所在地方的楼价 在疫情期间 飞速上升 帮小孩在社区附近的学校 找到 一个 理想的家园 之后 亦是入了一家不错的学校 他就说 可能很多人认为我们是佔用了当地资源 但是 我要知道 我们也不想的 最搞笑的是 他一边吃着火锅 打火锅 一边 说 真是好笑这些西培 他很忧心的 味头心索 他亦说 可能他们也很恨我们 他亦说 他有没有跟其他当地人 那些沟通过 没有 好像 凭空想象 没有人害怕 因为他在家 自由职业 就是在家工作 就是照顾小孩 你会想的太多了 或者出去见识一下 世界好一点 和人沟通一下 当地人 他亦说 我们来到英国 各样东西都是充满挑战的 但是我们这些香港人 是为了逃避 中国政府在香港 镇压而来到这里 他们来的时候 和一些支持中国政府的 在英华人发生了分歧 你们经常都说 老华侨底蓝丝 你这些仆人 他亦说 现在 来自香港的民主团体 已经在英国遍地开花 但是 经常受到中国政府的共谍骚扫 这个不知道怎么想象出来 那一些香港人 就担心 高谈扶论他们的政治观点 他们更加 避免去一些餐厅 是用简体字写餐单的 升马那些人都用简体字写餐单 好笑 另外 原来 在这个 撒顿社区 是有个负责人 这么厉害的 叫做Richard Choi 阿蔡先生 他说 香港人有着强烈的 和内地人不一样的 和内地人不一样的 也有一位20年前 从香港移民到英国的牧师 就叫做 Ref Ken Yu 他就说 香港人一个星期可以一起去教会礼拜 作为帮助新移民定居 的努力 我们一定会陪他们走 每一步 路的是不是 其实 他就说 每个星期 去教会的都成200人 最近一个星期日 教会有很多人从 长凳站起身 就用广东话 去唱赞美词 这位教会人士 亦都说 他的目的就是 帮助新来的人 建立信心 为他们 提供支援 记者就说 他们感到 悲伤和迷失 怎样 他们需不需要忘记 那么多言以来称为家里的地方 他就说 这位书的教会人士就说 他和他的 朋友 联合创办了一个 NGO 非營利机构 为 弟弟和母亲 或者是父亲 帮他们 适应新生活 另外一个组织 就为小孩提供艺术治疗 令到他们 拿艺术表达自己的感受 体育活动 亦都很受欢迎 好像 现在在一间印刷厂 到做 这个 运输工人的 叫做 Kenneth Chew 朱先生就说 我们很有精神的 有空就出来踢球打球 有地方放松一下 真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他曾经在14年当中 是支援过很多人 当时的 佔中的时候 是的 后来他也是去了 英国 当然 他们这帮人也说 有我们的地方 就是香港 我们在哪里 香港就是哪里 这个就是我们社区 我们 是 香港人 知道了知道了 常常说这些傻子 傻子 大声说香港人 去到英国又说 作英国人 你这么好厌本 BC 记得 好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再见